胡子男是一名可以操控别人心智的催眠大师 但他不想着用自己的能力造福社会 却心术不正的和歹徒的人贩子合作 建造了一座私人奴隶岛 这座岛屿上全都是他从人贩子手中精选买来的美女 这些女人被催眠之后 全都沦为了他的赚钱工具 胡子男会让他们招待一些名流富商或者政客 只要服务稍微有一点不周到 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有时胡子男还会控制着他们进行自相残杀 目的就是为了给岛上的贵宾们提供压住赌谁赢的乐趣 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已经很可恶了 然而更可恶的还不止这些 胡子男在努力死后 竟然还对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 把他们最后一点剩余的价值也榨干 而胡子男的岛屿也只是M犯罪集团的一个小据点 M集团是一个专业贩卖人口 以及走私军货和销售违禁药品的犯罪组织 他们恶贯满盈的行为使得多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成立了一个代号为ATO的打击罪犯组织来对付他们 这天M集团在自己的地盘举行了一场已旧换新的人口贩卖的活动 为了不打草惊蛇伤害到人质 ATO组织打算派美女特工对他们进行暗杀 美女特工队长阿花负责暗杀M集团总裁巴松 双胞胎姐妹花负责对付日本黑熊帮手脑山本 萌新特工小云则对付最简单的意大利黑手党老大瓦诺 原本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意大利老却看中了队长阿花 他说他喜欢狂野类型的郁姐就和巴松换了换口味 如此一来就导致了阿花轻轻松松搞定了意大利老 双胞胎也按计划除掉了日本黑帮老大 可最难对付的M集团总裁巴松却使得萌新特工小云犯了难 因为太过紧张的缘故小云很快就露馅了 一人露馅全员遭殃 就连阿花也差点被小云连累而死 其实要我说你直接跳旁边的水池里难道不更轻松一点吗 虽然不跳也能活下来 这次暗杀任务失败后 阿花就因为身份暴露的原因退出了ATO组织 三年后他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不过就在阿花试穿婚纱的时候 他的老公却被坏人给绑架了 小丑威胁阿花帮他消灭M集团 如果阿花不照做的话 那就等着未婚先寡吧 阿花在内心把小丑男全家问候了一百多遍 那玩意儿连ATO都搞不定 这不是为难我吗 可小丑男似乎对阿花十分有信心 并承诺会为他提供情报 第一个目标是M集团的地下黑心医院 想要找到黑心医院的位置 就必须要先接触线人豹文男 阿花利用豹文男好色的特点 很快就把他勾引到手 一番米药操作过后 阿花就摘下了对方的腰子 豹文男为了活命 只能火速地赶往地下医院去治疗 跟踪的路上 阿花发现整条街全都是医院的眼线 医生也是从监控中看到了阿花正在大杀四方 不过医生却丝毫不慌 甚至还想活捉阿花当他的实验品 这种想法一看他就是嗑药嗑太多 自我膨胀了 所以很快医生就成功地领了盒饭 第二个目标是催眠岛的岛主 难点在于催眠岛除了一些被邀请的贵客之外 不是谁想上就能上去的 为此阿花就绑架了一位 经常和岛主进行交易的熟客 从他口中逼问出了熟客老婆的特征 然后阿花就冒充熟客的老婆 去和岛主谈生意 在这里阿花还遇到了他的姐妹小云 小云当年并没有被巴松杀死 而是被他送给了岛主 现在的小云已经被岛主催眠 完全不认识阿花了 不过阿花对小云关心的态度 却引起了岛主的怀疑 他故意在阿花面前折磨小云 并称小云是他最忠诚的奴隶 很快阿花的身份就被识破了 岛主就控制着小云和阿花死战 原本被操控的小云 用完全不要命的打法 阿花应该不是对手的 可关键时刻 阿花却唤醒了小云的记忆 然后两人联合之下 很快就弄死了岛主 岛主一死 岛上的其他女人 自然也是全都清醒了 捣毁催眠岛之后 后面还有很多M集团的头目 等着铲除呢 阿花为了救回老公 也是一刻不能闲着 或用狙击枪暗杀 或用麻药或下毒等各种手段 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 很快就引起了ATO组织的注意 要知道M集团 连他们都感到束手无策 为什么却被一个神秘人 不停地拿捏呢 不过比起ATO组织 M集团的总裁巴松 则更纳闷 他紧急召开了一场成员大会 试图改变局面 不过这场大会 巴松却把他最信任的兄弟 阿强聚在了门外 阿强对此感到十分的不满 看来这是不信任他的节奏啊 其实是阿强想多了 正是因为巴松信任他 才把他拒绝在门外的 巴松怀疑是集团内部出了内鬼 但又不确定内鬼是谁 所以他就本着宁可错杀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全杀了 而阿花也刚好易容成了一名会议人员 来参加会议 很快他就被打出了原型 巴松看到阿花自投罗网之后 也是十分的高兴 就放心的把他交给了双胞胎姐妹 自己则按摩去了 看着昔日的双胞胎特工 已经成为了巴松的人 阿花就劝他们回头试案 可双胞胎却表示 阿花下贱 谁给的钱多 我们就给谁卖命 难道像你吗 为了爱情 为了男人 下贱 一番打斗之后 阿花成功制服妹妹 姐姐为了救妹妹 也只能选择投降 然后正在按摩的巴松 很快就成为了一具尸体 到此为止 阿花终于圆满完成了 小丑交给他的任务 可是当小丑把阿花的老公 放了之后 他却发现巴松竟然没有死 废话 你拿人家老公逼迫人家办事 人家肯定也是怀恨在心的 阿花此举就是为了报复小丑 而当小丑的面具被揭开后 巴松却惊讶地发现 这正是他最信任的兄弟阿强 趁着巴松惊讶之际 阿强一把抢来了手枪 就在你以为阿强是想要谋权篡位的时候 他却告诉阿花 其实他是一名ATO成员 当年阿花暗杀巴松失败之后 他们潜伏在M集团的几十个卧底 全都被揪出来杀掉了 亲眼目睹了几十位兄弟被杀 阿强心如刀脚 当他发誓一定要报仇的时候 ATO却以身份可能报了为由 把他像阿花一样劝退了组织 不过阿强知道自己并没有暴露身份 甚至还获得了巴松的充分信任 而阿花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顶级特工 就这么被劝退的话也太可惜了 于是被复仇欲望冲昏头脑的他 就绑架了阿花的老公 逼迫他帮助自己报仇 利用自己被巴松信任的优势 两人最终竟然真的铲除了M集团 最后电影结束 而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道理究竟是啥呢 我也被这神奇的剧情给整不会了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